疫情令到外賣餐飲需求大增 但是要減少送外賣期間 傳播病毒的風險 有公司推出外賣智能櫃 既可以保溫又可以減少交收接觸 林淑宇去看國 餐飲業的防疫規限逐步放鬆 但外賣市場熱潮未減 近期還有新模式 就是用外賣智能櫃取餐 智能櫃有保溫功能 溫度可以維持在40至60度 還有紫外線殺菌 因為疫情 現在很多住客都不想接觸外賣員 他們很多時候都在樓下交收 外賣員會接觸外賣包裝 知道很多病菌都是透過接觸飛沫傳播 我們希望將外賣包裝消毒一下 可以提升食物質素和食物安全 他們採用集運模式 向兩公里範圍內的合作餐廳拿外賣 以午餐時段為例 分兩輪落單和送餐 團隊會在收齊所有外賣之後 才擺入智能櫃 當外賣到了的時候 手機就會收到一個短訊 我們可以選用QR Code scan 或者用密碼來拿 就完成整個外賣程序 利用一個集運外賣配送的模式去送外賣 希望可以降低整體送餐的成本 我們會用合貨車一次過集中去送外賣 都可以節省很多逐戶交收的時間 變相我們節省了這個物流成本 他們暫時在科學園試點運作 下一步打算進駐將軍澳和全灣西小食市選擇的屋苑和大廈 有線電視記者林淑儀報導